中文综合报道 这些神木都是国宝 但是为了躲雨 居然是踩踏进神木里头 让很多的台湾民众 实在看不下去 民众拍摄的影片 阿里山区下起雨 每带雨去的旅客 跑到了神木树洞下躲雨 三千年历史的神木 就这样被任意践踏 台湾游客看傻眼 不过陆克有话要说 像我们在我们每个地方 有的话 集合是不会都会有一些 粮体可以争害 生态被破坏不止这一处 北台湾的野柳风景区 岩壁被刻上陡大的简体字 中国长洲照根大 影响景观 让野柳公园考虑提高 路客的票价 就怕生态继续被破坏 另外高雄英国领事馆的 珍藏蜡像也受到威胁 这蜡像都蜡像 都出了电影 电影是去振 也许陆克抢着拍照 弄坏蜡像手指 管方人员无奈赶紧修补 连上百万的古董座椅 都被做坏 也有人拍下这段影片 陆克无视神像前的标语 不断丢铜板 是在许愿吗 怎么看都不太像 还有人在鸡门机场被拍到 无聊在拨树皮 被大骂没功德心 甚至连香港地铁上 都有大陆大神 不顾他人感受 大啦啦的抠脚 吓坏坐在一旁的小妹妹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但这样的行为 多少会让大陆游客的形象 大大扣分 三连新闻造不倒 继续我们要带来看看 这实在是好恐怖哦